哈囉大家好我是Patrick 很意外 我的第一支Vlog 受到蠻多人的關注 我就想說那我就多拍一點我的生活 分享給大家 那今天的Vlog的主題 陳如標題 我要去做我第一次的私密處熱蠟除毛 那之所以會要去做這件事情是因為 我這禮拜六有一個很重要的拍攝工作 之後我應該會剪成一個Vlog 分享給大家 然後這次的私密處熱蠟除毛 我選的是Urban Jungle Urban Jungle是在一次應援機會之下 認識的一個私密處的除毛專家 那他們的話 我那次是體驗他們的腋下除毛 我覺得很好 各方面都滿滿意的 所以我就打算這次就把我的私密處交給他們這樣 那我平常是會做 腋下還有私密處毛髮的修剪 不過為了這次的工作 打算就是把他們都全部清理乾淨 今天是8月3號星期二 今天結束之後 我會再把心得分享給大家 好 我就先把準備出門 掰掰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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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到了 到了Urban Jungle 然後我很喜歡這邊的環境 因為它的隱密性很高 然後就是待會要做除毛的小房間 然後它那邊後面有一個衛浴 因為是私密處除毛的關係 所以待會會先灌洗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它準備的東西非常的齊全 我覺得很貼心 它這裡有準備吹風機 然後洗髮護髮 身體乳等等之類的 然後浴室的話也是乾濕分離 就是一個簡單的衛浴設備 然後發現我剛露拍了它的床 它的床是長這樣 然後上次我除疫毛也是在這個地方 同一張床 同一個房間 同一個位置 謝謝 你自己平常會整理嗎 對 這就是簡單的打包而已 先幫你打開囉 好 我那個時候修完疫 原本預約的客人算蠻多的 對 但一爆發 如果我們要這邊出事情的時候 對 大家會覺得 所以現在要開始了是嗎 嗯 我們要準備上第一塊拉了 好 等一下進到根部這一圈 好可怕 現在就會開始怕了 我先是第一塊拉 來 1 2 3 呼 呼呼呼呼 我覺得這樣就有比一下再痛一點 更明顯一點 第一次除私密處 都會比較有感覺 對啊 因為畢竟從來都沒有 把他連根把吸過 好 私密處 好 來 來 先呼吸 1 2 3 OK 起 所以前私密處的話 男生就是 嗯 前私密處的話 我們的範圍就是 屬膝側邊這邊開始 對 然後到褲頭 對 然後包括膽膽跟根部都會屬乾淨 嗯 那如果蜜蠟就是 這樣子 如果黏不起來怎麼辦 就可能太硬了怎麼辦 呃 您說那個毛不乖 然後沒有辦法一次拔起來 對 通常 除毛師的專業應該就是要避免這樣的情況 是喔 因為如果拔不起來 除非 除非你真的剃到太短了 對 剃到太短的話才有拔不起來的可能 對 但是如果是像你這樣子 有一點長度的話 對 就是可以確定它一定會起來 好 對啊 那如果拔得太短 沒有拔下來的那種的話 最後就會用鑷子 對 一個一個把它挑掉 喔 用鑷子挑感覺超痛的 嗯 沒錯 我先試這塊喔 好 好 前一邊的深呼吸 來 1 2 3 OK 好啦 按這塊喔 好 這塊會有一點感覺喔 好 我先跳一點點起來 喔 呼呼呼 好 好 準備好了 好 先呼吸 1 2 3 喔 這個好痛喔 這邊有壓緊 好 這真的滿痛的耶 這一塊就算是大魔王 喔 OK 那是一大魔王過是嗎 對 OK 基本上大家最痛的都是落在這裡 OK 但也不是說接下來就不會痛 但就是會有一個比較 嗯 對 那我剛剛不告訴你它是大魔王 所以我不希望你剛剛太緊張 但我稍微有點感覺 就覺得這邊的 嗯 應該是毛髮比較多的地方 其實自己都會感覺得到 尤其是那個辣熱要上上去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某一塊特別品感 那你就會預期說 那一塊等一下會比較痛 好 一下你有出過 所以就不會太辛苦了 一樣我先清潔一下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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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大 好 好 好 OK - 還OK嗎?還OK - 還OK - 一下也完成了 辛苦了 不辛苦 那要記得喔一下一個禮拜內不可以用 止汗劑或是香水噴霧這一類 - 對 要走是不是 - 對 一下 好 那現在終於除完了 給大家看一下 我覺得蠻乾淨的 還不錯 然後私密處的部分給大家看一點點 除完大概是這樣 很乾淨 我覺得蠻好的 現在衣服穿完了 準備要回去 我到家之後再把今天除毛的心得做個統整 然後分享給大家 好 先這樣 掰掰 那我現在已經回到家了 然後現在的時間是五點半 其實我三點半差不多就完成了 然後就吃個飯休息一下這樣 然後再回來休息的時候 就總結了一下幾個我覺得可以分享第一次熱蠟除毛的體驗 首先我想先說一下就是總共花的時間 那這次的熱蠟除毛大概花了一個半小時左右 做的是腋下還有前私密處的除毛 前私密處花的時間大概40到50分鐘 腋下就比較快 因為我上次做過一次腋下 所以時間的話就花的沒有那麼的多 然後再來是價格應該是大家會想知道的 Urban jungle的話他們腋下是800 前私密處的話是2200 那我覺得以這個價格還有服務還有整體的環境來說 我覺得還蠻合理的 因為它其實用的東西我覺得也很好 不管是產品就是熱蠟本身 或是說除完帽之後的保養其實上的也很足 然後第三個問題我在想大家會問是 有沒有過敏或是癢的反應 我目前是沒有 我覺得一部分原因 第一個當然是它熱蠟的這個品質 就是產品選得很好 它可以把你的毛髮帶走 但不會傷到你的肌膚 再來就是除完帽之後後續的保養 它也做得很足 有舒緩鎮定保濕等等 我覺得都弄得還不錯 再來第四個問題 應該會有人想知道會不會痛這件事 那我自己是覺得其實不會到想像中那麼的痛 比較痛的時候其實就有兩三下就是很接近根部 然後毛髮長得最茂密的地方會稍微痛一下 我自己覺得我的忍痛感還蠻高的 會痛但是沒有想像中那麼那麼的可怕 就是一個瞬間的感覺 然後再來的話第五個應該也是最多人會有興趣的就是 有沒有起身體反應 這應該很多人都會 就會幻想就是 就有了我自己在做之前的心理建設 我都會覺得說它 如果我起身體反應會很尷尬 我想說的是 其實在這過程中 根本就沒有時間去起身體反應 因為當下在做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痛感 再來就是熱感 除了痛之外 熱蠟燙還蠻燙 應該說如果放在一般我們皮膚的上會覺得還好 可是在私密處對溫度的感受度又會更敏感 所以在這兩個感受的過程中 其實就不會想到說 我要起身體反應 或是說我會不會起身體反應這件事情 好 以上就是我這次熱蠟除毛的經過還有心得分享 詳細包括可能你想知道 因為它們不同的部位會有不同的價格 如果你們想知道的話 我把他們的資訊放在 就是資訊欄 可以去私訊他們的粉專 去詢問或是去預約這樣子 然後 差不多就是這樣 然後 這禮拜六 很期待這禮拜六的拍攝 那拍攝的Vlog 還有拍什麼東西 我之後就會再跟大家分享 好 那今天就先這樣吧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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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